黄马四大换帅热门应超名帅成大热温格孔蒂入选。 黄马官方宣布齐达内下课后,在人们对这位名帅表达送别之情时,也不禁对他的继任者展开了猜测,而《美日体育报》也在第一时间列出了黄马新帅的四大热门人选。 《美日体育报》报道中称,现任热刺主帅波切地尔沃是接掌黄马的最大热门。 同时,马卡报也把波切地尔沃列为最有可能入住黄马的主帅。 此前,据《美日邮报》等媒体报道,早在欧冠决赛前, 黄马就曾同波切地尔沃展开接触,商讨后者入住黄马的可能。 如今齐达内离任的黄马主帅,也为波切地尔沃的家门铺平了道路。 而波切地尔沃一旦受到黄马的邀请,离开热刺也不会遭遇太大阻碍。 虽然波切地尔沃近日同热刺签下了一份持续到2023年的续约合同, 但据《马卡报》此前的报道, 这位阿根廷级名帅在续约时说服热刺加入了离队条款, 如果收到黄马或者巴黎圣日尔曼的执教邀请, 波切地尔沃则可以离开热刺,选择这两只豪门执教。 这样一来,波切地尔沃自然成为黄马蜥帅的最大热门。 除了波切地尔沃外,黄马幻帅仍有许多名帅作为候选。 据《每日体育报》称, 刚刚离开阿森纳, 目前傅贤在家的温格和随时可能离开切尔西的孔帝都是黄马蜥帅的候选之一。 但报道中还表示, 这二位名帅并没有波切地尔沃那样接近黄马。 除了波切地尔沃温格和孔帝外, 《每日体育报》还认为黄马明宿古地也是其达内继任者人选之一。 但报道中表示, 古地接任的可能性低于波切地尔沃温格和孔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